警方继续追查要求结束紧急状态 并落实18岁投票的国会大厦静坐抗议 在前天传召8名公民组织和在野党领袖后 行动党通报警方明天将再传召4人协助调查 他们分别是行动党四言末国会议员杨巧双 竞选盟前主席安美佳 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里 以及公正党八打零在野国会议员马利亚成 他们将在明天下午2点半到金马警局入供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呼吁警方停止调查和平集会 不要对付维护联邦宪法的参与者 因为警方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 应该把时间资源和精力用在深入调查 贪腐警员团伙 包括一名前总警长涉嫌接受犯罪集团贿赂的丑闻